唐代空前的繁荣 展现出了华丽唯美 色彩浓艳的审美气质 而到宋代以后的服饰 虽然大多继续沿袭隋唐的服装旧制 但由于成诸礼学的影响 服饰审美变得更为简约 朴素 严谨和含蓄 对金衫 披薄 如裙 宋代女性的服饰 延续了晚唐五代服饰的传统 服饰审美也慢慢倾向于 鲜柔 细长 典雅 被子是宋朝最具特色的服饰 被子的款式特点是直领对金 两侧腋下开叉 长度有半身 急膝 过膝 致足等 便利行动 灵活不加束缚的饰样 让这类服饰十分流行 这是宋代名画 歌乐图中宫廷月女 身着窄衣修身的被子 长脊脚面 造型简约修长 这也成为宋代女性服饰的经典搭配 被子不单单适合女性穿着 在不断演变和发展中 成为不管男女 不分贵贱 不论文武 朝野上下 都可穿的一种服饰 在中文义武的政治背景下 发展的人文艺术 对于服饰文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宋代男性服饰具有非常明显的 简朴物实 儒雅及崇尚自然的趋向 文人士大服最流行的款式 有胶领长袍和蓝衫 也就是圆领长袍 另外宋代的文人雅士们 也都爱穿一种叫大厂的披风 直领对筋的长衣 内搭胶领诱任长袍 超然飘逸之感 体现出僧道文化 对于文人士大服服饰审美的影响 相较前朝唐代 宋代三百多年服装的款式 相对拘谨简约 但宋代民生富庶 百宫尽巧 科技繁荣 文化鼎盛 纺织服装 尤其是珠宝首饰的精湛工艺 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在宋代 宫廷贵族女性佩戴的首饰中 可以看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华美和精致 宋代服饰美学 具有鲜明的时代审美形态 独特的风云格调 它既成续于前代 又有属于自己的创新 也给后续明代的服饰美学 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朝初期 服饰的整体风格还是比较质朴的 之后到了明末清初 中国的纺织服饰手工技艺 达到了巅峰 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服饰也逐渐趋向更精致 更华美的风格 这些精湛的织造 印染 刺绣等手工技艺 也随着海上思路的崛起 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几千年以来的中国服饰 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气质 汉唐的大气浑厚 雍容华贵 宋和明的优雅简约 温润端正 都是中国传统美学 不可或缺的审美取向 中国的服饰美学 就是这样丰富多姿 不断变化的 进入清代 中国的宫廷服饰 以满族服饰为主 但也深受汉族服饰特征 和礼仪的影响 在此之前给大家介绍的 汉唐宋明服饰 都是以汉族服饰为主体 直到满清入关之后 由于这是一个 中国的少数民族 统治的封建王朝 满族服饰在宫廷里 尤其是男性服装上 成为主流 当然也受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 而有所改良 这些都是清代贵族女性的 长衣 知染绣工艺 繁复而细腻 这幅画是雍正时期的 十二美人图 它展示的是汉人女性的服饰 画中的女子 一直是未解之谜 应该是雍正的汉族后妃 这十二美人的装扮 非常优雅 里面穿着历领的对金长衫 外面是一个被子 这就是清代的汉族女性 延续了明代女性的服装饰样 我们还是要反复强调 中华民族服装的灿烂 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 我们看到清代汉族女性的服饰 还是以上衣下长制为主流 而满族女性 原来是没有半身裙子的 穿的都是衣衣贯体的袍服 到清末民初 这个装素 也是汉族女性的着装方式 裙子是典型的马面裙 上面有各种精美的刺绣 搭配历领大金的上衣 成为汉族女性 在清末民初的时候 广泛穿着的饰样 八年前我们跟山东博物馆 已经结缘了 在2012年 山东博物馆首次的 这个斯文在斯 孔府旧藏服饰展的开幕式上 我们的作品就在 这次服饰秀上就有展现 那么八年之后呢 大名服饰展的再次开展 我们非常有幸 又再次跟山东博物馆合作 应该说从2012年开始呢 我和我的蜀和天洋团队 一直在专注在中国传统服饰的 传承与创新的探索方向 那么我们在 古代服饰的这个 复原营与上 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比如说从汉唐时期 包括五代 宋代 南北朝时期 那么这次呢 与明代服饰展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让我们有机会 近距离地接触到了 明代服饰的这个食物 我们也是深感人性 我们从2012年开始 其实已经开始在做一些 关于中国传统服饰的一些 复原研究的工作 那么最早呢 其实是从唐代服饰入手的 也是跟敦煌宁院 从壁画上去复原一些唐代服饰 那么那个时候的 对古代服饰的复原研究 其实是基于平面的 那么直到这次 这次我们跟山东博物馆的 明代服饰的这样的一个 仿制的这种工作项目的开展 可以说八年以来 在整个传统服饰的这个研究的历程当中 应该说是难度最大 因为它确实是有真实的这个样本摆在你面前 真的是有一个榜样 都是也是一个很难以超越的一个工艺的一个巅峰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有无数的困难 也等着我们去克服 那么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收获了非常非常多宝贵的 无论从传统经理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角度 还是从中国服饰的这种美学的角度 我们都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跟明代服饰大展的这次的合作 其实有两部分内容组成 一部分是在静态展的尾声部分 我们更希望大家看到所谓的明去处 就是当我们对这些传统文化 有了一个深入的理解之后 那么未来我们是否能够表达 当下中国人的这种文化自信 那么我们也是从去年开始 首次发布了第一期的 《楚河中国色》的12个颜色 在中国国际时光周上 通过最近一段时间 在明代服饰的这样一个富人的工作当中 对传统服饰的这种色彩 尤其是真实的来自于明代服饰上面 他们的无论是织物的色彩 还是修花线的色彩 都代表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灵感 以及启发 那么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 比如明代服饰色彩的一个归纳和整理 我们发布了今年的2020年的 《楚河中国色》12色 那么我们也把这12色 用在了这一次的这个12件 花鸟群的不同色彩 不同的服饰打脸上 同时我们在此基础上 设计了适于今天生活场景的创新时装 这是我们在知来处 临去处这条设计道路上的 一次里程碑式的新探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